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再睡一会儿吧 昨天累死我了 你昨天都干啥去了呀 师父 昨天我看到经文说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 得生彼国 我立马就开始修多善根福德了 师父您看 我昨天念了五万声佛号 刻了一千个大头 送了五百遍大悲咒 读了十部金刚经 还放生了两只大乌龟 我不是说过 念佛就是多善根福德吗 师父啊 我知道念佛是多善根福德 但是您看 我在念佛之外 再加上诵经 持咒 拜颤 放生 不就比单独的念佛更多了吗 咪咪 你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吗 你跟我来 师父 您带我来学校干什么呀 来听你数学老师讲课呀 啊 老师正在讲数学课呀 任何一个有限大的数 和无穷大相加 都等于无穷大 反过来 无穷大减去任何一个有限大的数 也等于无穷大 所以这个无穷大 是不增不减的 任何一个有限大的数 和无穷大一比 都等于零 所以 一个有限大的数 和无穷大完全没得比 师父 您是想告诉我 念佛就相当于无穷大 而其他修行 都只是一个有限大的数吗 对呀 因为这句 拿摩阿弥陀佛 叫做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功德名号 而我们的种种修行 都是从自己的虚妄心中所出的 所得的功德 当然就有限了 根本没法 和名号的功德相比 哇 这么说的话 那只要念佛 就是多善跟福德了 嗯 如此可教也 感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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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